小编最近也被安利了三生 除了依旧喜欢达咪咪 也名上了赵又婷 在小编的神话中 居然发现赵又婷和张军宁居然交往过 很明显了 是张军宁还想打拼 不愿意和赵又婷稳定下来 说实话人眼神真的能看出很多东西 特别是赵又婷说出那句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稳定下来 然后赵又婷明显懵了 看颜值两人其实挺配的 但是其实看两人当时的状态 也是走不到一起去 不过现在赵又婷有了温婉可人的高媛媛 也是十分的幸福了 而张军宁呢 连续还有人不熟悉她 毕竟知名度远远不如高媛媛 说实话 小编认识张军宁是看到美娘传奇力 她精湛的演技之后 便慢慢关注她 是个长相演技艰巨的女演员 之后还参加了跟着贝尔去旅行的节目 在里面除了自己挑战难度极高的事情 比如叛演吃你秋灯 还保护着胆小的队友大张伟 人很好也不做作 这样的女孩很受欢迎 现在也很幸福 现在男友是圈外人 一个普通IT男 但是这段恋情却很稳定 经常有人拍到二人携手通游 低调而平时 最后小编突然想到一句话 今时最初的 最让你觉得般配的也许不是对的人 而最后与你相伴的 并是你温柔以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封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